肺膜玻璃节节奏是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呼吸科主人医师 肺上有个毛玻璃影 也是大家经常来就诊的一个原因 随着CT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体检 是用CT扫描来做肺部的一个体检 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放射片 或者胸透看不见的一些病灶 包括一些早期的肺癌 可以出现毛玻璃影 但是呢并不毛玻璃影 一定是一些早期的肺癌 还有一些呢 炎症吸收以后会出现一些毛玻璃影 还有一些感染也是毛玻璃影 所以呢大家有了毛玻璃影 不要惊慌 它跟毛玻璃影的数量大小 还有发展趋势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只要到专科的医院去就诊就好了 主要要评价一下这个毛玻璃影的性质 范围它生长的趋势 这样来判断它的性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